视网膜脱离术后呢 首先对体位有要求 一般的 比如说一般的孔原性视网膜脱离 我们可能就正常的体位就可以 如果上方有裂孔的 视网膜脱离 我们书中打了气体的这种 我们要有这个叫半卧位 或者是座位 让气体顶住上方的视网膜 让它复位 还有一些比如说黄斑裂孔的 或者视网膜脱离面积比较大的 我们打的气体和硅油这种呢 需要俯卧位 就是趴着 后脑勺要是朝上的 让它这些气体啊 或者是硅油啊 顶着视网膜 是视网膜在后面贴符的牢靠 视网膜脱离早期 术后早期呢 避免剧烈活动 过床休息一到两周 还有呢 我们饮食上 要积烈积酒啊 积辛辣的这些情况 我们都要注意